大陆海警彻底的控制了金门周边水域 台湾当局无计可施 这期节目还能说出这个话题 最近实际上台湾海警署在金门海域 是处境十分的尴尬 214惨案发生以后 大陆的海警已经逐渐的接管了 夏天海域的行政管控权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 福建海警局在金门海域 执行了五次任务 台湾海警署拍摄的视频里面 可以看到至少有五艘大陆的海警船 另外还有七艘大陆的公务船 在金门附近海域活动 有一些船身上写着中国海事 有些涂装着中国海警的标志 这是台湾第一次观察到 大陆出动多个部门的海上公务船联合行动 西七四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进行了执法演习 另外有四艘海警船在正常的巡逻 过去台湾当局在金门周边画了两条封闭线 分别叫做限制水域和禁制水域 这两条线画得很霸道 几乎把厦门航道挤霉了 这两个区域宽窄并不均匀 在厦门金门之间窄一些 在金门南部的廖罗湾要宽一些 这一次大陆海警和公务船联合行动 已经接近金门岛南部海岸大约四海里的位置 完全突破了台湾当局单方画设的所谓禁止水域 大陆公务船多次出现在距离金门海岸线很近的位置 之所以没有再靠近 是因为近岛水深不足 有搁浅的危险 如果按照台湾当局自己制定的交战规则 和先发制人的防卫方针 金门守军和海行队早就应该出动开火了 可是他们除了用高音喇叭 头牢的喊话以外 什么都不敢做 什么都没有做 这个态势让台州当局是非常的难受 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是大骂 是大陆海警对台湾进行调衅 破坏两岸的现状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则爆料说 大陆警寻金门已经成了新常态 台湾当局画下的所谓边界失去了意义 国民党立委罗志强还要求民进党政府 要明确的解释海行署和军方有何作为 谁应该站出来 对造成当前这样的被动局面承担责任 台湾军方回应 说金门附近的水域确实是有军方负责 大陆的船只进入就是侵犯台湾 但是大陆的军舰并没有进入 进入的是海市海警的这些公务执法船 所以有关责任是海行署的 军方顶多只能提供一些支持 比如说监视大陆船只的动态 分析进入船只的形态信息 评估可能的后续行动 协调应对措施等等 那为什么面对大陆在海上开展的这些活动 海行署和台军都不敢上前呢 有岛内的人士分析说 假如台湾方面主动开火 可能会引发两岸的冲突 这是连美国都在竭力避免的事情 而且大陆派遣的是海警 台湾当局只能口头威胁 不敢真的动武 假如派遣海军的舰艇前来应对的话 那局面就升级了 将军的海空力量就可以顺势采取行动 进一步的压缩台独世界的活动空间 有台湾的学者认为 目前台湾当局对大陆海警的活动束手无策 无法采取应对措施 是因为美国政府还没有授意台独当局 怎么做 美国设计的独发战略还没有部署到位 台湾的军队和民间 也还没有做好长期抵抗的准备 如果擅自行动引起开火导致武统 美国就非常非常的难办 与此同时 中国在南沙的海洋主持权的维护行动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最近国外商业摇杆卫星图像显示 中国在中叶群交仁爱交仙兵交这些地方 集结了大批的船只 阻止菲律宾当局侵犯了中国的海洋权益 在钓鱼岛海区 中国对日本的主持权斗争也从未停歇 这说明中国海底有足够的兵力和装备 维护国家的主持权和领土完整 现在距离赖清德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已经没有几天了 会预计在他上任之后 将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局面 现在是金门 今后将是马祖 东瘾 澎湖 来至台湾本岛 赖清德既然喜欢当务实的领导人 那就让他多务实吧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里